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周文轩 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特别开办了手工造课程制作清代造 疫情趋缓创世植物人安养院恢复探视 在贵人协助下让家属潘女士顺利前往新店分院探视女儿 今天的健康1.0单元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 高血压患者居家注意事项 新北市环保局表扬绿色消费及基优环保志工 其中新店区吉祥里高达13位志工获奖 而里长林永辉更获得了服务时数达1200小时以上的银星奖 他表示非常感谢志工群的付出 让里内环境越来越好 新北市环保局举办110年度绿色消费 及基优环保志工联合表扬典礼 典礼一开始由南墙工商带来环保行动剧 藉由戏剧演出传达推动环保的重要性 环保局副局长朱一军表示 新北幅员辽阔要维持资源回收 向道整洁等相关作业 全靠22000多位环保志工伙伴 这次表扬的环保志工又分为服务时数达1800小时的金星奖 1200小时的银星奖和600小时的铜星奖 超过600小时有380个施工跟团体 还有三个GEO的团体 我觉得是非常难的是各位想想 你要花这么多时间 为了新北市的环境资源回收 甚至并没我们的房子等等的工作在做努力 各位所尽的每一份心力 我想在所有的新北市民一定都感受到 在GEO环保志工当中 新地区吉祥里一共有13位获奖 其中10位获得童星奖 3位获得银星奖 包括里长林永辉也在齐列 他表示吉祥里在环保工作上已经持续10多年 感谢志工群的长期付出 让里内的环境越来越好 13位志工得到这样的一个奖项 然后因为吉祥里也是个环保里 然后我们包括资源回收 环境立美化等等都做得很好 还有我们有跟台电在配合 如何节电省电 到现在有一直在进行 典体上由副局长朱一军颁奖给24家 绿色采购金额达500万以上的企业及团体 另外还有6处基优环保福利社 3个基优民间团体 10位基优环教志工 和381位基优环保志工 感谢得奖单位及志工们 让新北市更干净更美丽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大兴电地方新闻 美洲山都规划了客宴进森区的单元 邀请了大风哥来召观众朋友 一起说客家谚语 本名刘富城的大风哥 日前在新北市语文竞赛中 获得了客宇演说社会主第一名 将代表新北市来参加全国语文竞赛 他表示一定会全力以赴为新北争光 大兴电有线电视从今年开始 在地方新闻节目中规划了客宴进森区的单元 邀请大风哥来教大家说客家谚语 希望借此推广客家语文学习 日前本名刘富城的大风哥 代表永和国中参加110年新北语文竞赛 在客宇演说当中拿下了社会组第一名 相当不简单 很多演讲的题目并不是像我们平常所看到的 我的梦想 或者是针对现在学校教学的看法 其实大部分是针对时事的问题 我们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想法 或者是我们对如何对社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等等之类的 这些都会是我比赛的题目 所以就变得是我多的瓶颈 是我要补充自己的不足 上网查资料 然后再把它翻译成课语 才能够认真地讲出来 让大家知道 毕业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刘富城 拥有课语新传师认证 国高中表演艺术教师证 在演出和客家相关的竞赛中都有丰富的经验 但这是首次参加新北语文竞赛就获得了第一名 并且将代表新北出征12月份的全国语文竞赛 他表示非常紧张又兴奋 希望能为新北争光 能够为我们新北市夺下全国第一的荣耀 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 第二个是我希望能够在国赛比赛的时候 我也能够很流畅地讲出客语 并且把客家语言发扬光大 担任客宴竞赛去解说主持的刘富城 最感谢的就是庄凤玉老师的指导 矫正他的客语发音外 也是他人生的指引明灯 因此他以最认真的心情 准备这次的全国语文竞赛 期许自己能够获得好成绩 报答老师的指导之恩 客宴竞盛去每周三会在大新店地方新闻中播出 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带领大家学客语 认识客家谚语 欢迎民众锁定准时收看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大清除了可以制作冉染的染料蓝钉外 更可以提炼出清袋粉 新北市乡图文艺推广协会 为了要推广蓝染工艺的多元用途 特别开办了手工照课程 将清袋粉录照 蓝中带纸 甚至还会呈现出粉红色 不仅颜色迷人 更是天然无毒的清洁用品 大清除了可以制作蓝染的染料蓝钉 更可以提炼出清袋粉 清袋粉除了可以作为中药 深蓝的迷人颜色 还能够当作颜料 新北市乡图文艺推广协会 为了推广蓝染工艺的多元用途 特别开办了手工照课程 将清袋入造 让手工照兼具功效与美丽色彩 以往的话 我们的清袋大概都没有很好的运用 那其实它有很多的消炎 防疫的这种功能 所以我们希望把它加在生活里面 所以才聘请了吴雅池老师来 教我们打清袋灶这一块 阿尔姐的清袋粉是真的用古法做 然后我也很确定它是比较安全的做法 所以我把它入造是为了 让它一个是有颜色 一个是它本身在入造之后 它会有一些功用 然后这个功用其实我们可以查古方 将橄榄油 棕榈油 椰子油等油脂混合加热 然后加入融化的清氧化钠 一起搅拌至浓稠状 接着混入精油与最关键的清袋粉 继续搅拌一直到造化 最后就可以倒进模型 静置等待成型 这样的过程称之为冷制法 手工照老师吴雅慈表示 清袋灶经过微妙的化学作用 呈现蓝中带子的颜色 还会变化出不同的色彩相当奇妙 因为它的颜色很特殊 像外面的清袋粉它是蓝的 可是它这个是蓝中带子 然后久了之后它还会返红 所以我觉得它清袋粉的颜色蛮特别的 西北市乡土文艺推广协会常务监视 钟瑞儿指出 清袋粉的用途相当广泛 而且它无独天然是很好的原料 尤其现在坊间运用的清袋粉 都是进口成分不明 所以自制的清袋粉更显珍贵 清袋粉是我们在打燃的过程 漂浮在那个泡泡上面的那一层 它本身也是颜料 在以前就是颜料 中药 我们在画国画的时候 它是一个颜料 但它也是药 它也是露药的部分 所以其实我们会希望说 藉由这样推广 让更多人去使用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蓝蓝的原料的运用 其实在生活上的运用都很多 像清袋的话 它可以入菜 可以在食的方面使用 那也可以在我们的清洁用品上面使用 所以它原则上是无独的 因为纯植物的 跟外面你去买的那个清袋粉 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我们这一次用的清袋粉 就是由我们从植物做染料 所延伸出来的副产品 这样的清袋造 完全使用纯天然原料 没有化学添加 使用上让人更安心 也对环境不造成负担 最重要的能够让更多人 更深入认识 传统蓝染公益 记者声明这门奇 新店财宝报道 疫情终于趋缓 创世新店分院 也在近期开放 让家属前往 探视亲人 不过潘女士 却因为行动不便 迟迟无法如愿 还好再同为 创世新店院名家属 而且目前是担任 无障碍计程车司机的 陈先生帮忙之下 才终于让潘女士 母女顺利重逢 好不容易等到疫情趋缓 可以前往创世探视亲人 可是潘女士却因为行动不便 家境贫困 至爱难行 所幸同为创世新店院名家属的 无障碍计程车司机 陈先生主动帮忙 协助载送 才让潘女士母女顺利重逢 爱养院因为是照顾很多植物人的朋友们 其实他们的免疫系统也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在创世这边 其实针对爱养院的服务个案 基本上也是高规格的 去保护他们 所以其实我们在年初的时候 就已经是限制访客 所以这么长的时间来说 其实家属基本上 只能透过视讯的方式 来看他的家人 但是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去 就是抚慰他们私乡 跟私 试念自己亲人的这种情感 你真用视信给我看 就是这样子 因为谁要摸摸他的手 要帮我摸 也是很想念 帮女儿按摩手部 陪女儿说说话 可以亲自来到病床前看看女儿 终于让潘女士心里获得安慰 创世新店分院院长张楚娟表示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弱势家庭更显艰辛 因此期盼社会大众 能够持续支持植物人常年服务 继韩式吃饱三十尾牙活动 送给植物人家庭及韩式一份年礼 与应急祝福红包 也希望就是社会大众都能够一起 一起来投出一份心力 然后给这些弱势清韩的家庭们 朋友们 植物人个案家庭们 他们一个温暖的年礼 那年礼里面 我们是一份年礼是600块 所以我们欢迎善事可以来支持他 然后还有500块的韩式红包 创世新店分院指出 今年将延续去年 以送礼到家形式 将年礼及红包 亲自送到植物人及韩式加州 并邀请企业及民众热心支持 记者神秘正门奇 新店采访报道 稍后来是报道台湾威 当晚我们来看看 今天老师要感觉什么趣味的台湾威 欢迎大家 今天你的技术是生长 意思是体质 胜毛 北部生质的外毛 高兴 我们来看乐趣 这个银子 真好生长 再来是熟悉 一会生长 百会招牢 这些生长是说生情 招牢是 招牢都是这种高兴 对生长的高兴 就招牢的高兴 实在说用生长的高兴 就招牢未来 平用人生出息就招牢 尽快改变 这样让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过课 今天的健康1.0的单元 要带观众朋友 一起来了解 高血压患者居家要注意的事项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家上网免行动 大兴电宽屏1G超大平凡 WiFi6新世代上网 让你标网有感 追举顺畅 搭配高画质数位套餐 每月只要999 欢迎下旬2917 3939 高血压是 现在常见的三高疾病之一 今天的健康1.0的单元呢 就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 高血压患者如何透过正确的饮食 运动等方式做好家庭保健工作 大家好 我是护理部专员廖淑娟 今天简单跟大家介绍高血压居家注意事项 国民健康署提醒民众 正常血压为收缩压小于120 舒张压小于80 提醒治疗 高血压第一步就是改变生活方式 再来才是药物治疗 高血压居家注意事项 1.维持正常体重 体重增加是引起血压上升的因素之一 应控制在标准体重之内 2.减少盐的摄取 少吃烟熏制品 如咸鱼、酱菜等 避免进食过多的盐 3.多吃蔬菜水果 蔬菜水果水分多 含纤维素可防止便秘 4.吃适量蛋白质 鸡肉鱼可多吃 但猪肉、牛肉、奶油、蛋黄、鲜、虾蟹等应少吃 5.戒烟敬酒 减少茶和咖啡的饮用 6.运动方式应选用缓和且持续的有氧运动 如快走、健身操、慢跑、游泳、骑脚踏车、爬楼梯、爬山 应避免太激烈的运动 7.定期找固定的医师追踪 必须按照医师指示不要 不可自行增减药量或停药 8.自我测量血压 最好每天早晚测量 而且记录下来 9.保持情绪平稳 不要太过激动 10.生活作息要规律 早睡早起 温馨提醒 若有不适 请及早就医 请接着让我们来看看宝贝亚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现在身份依据光纤上网加WiFi6指定方案 每月999元起 再享AI居家防护服务 速洽29173939 一起为运动员加油 UNIGINE互动体感健身 提供30套线上运动课程免费使用 体验身装速洽29173939 公费流感疫苗10月1号起开打 请符合条件的民众 携带健保卡 身份证等相关证明文件 前往卫生所或是合约医疗院所接走 前往前请先上网或电话预约 110年度青年租金补贴受理申请 从11月1日起至30日至 各类名额共1000名 提供每月最高3000元 最长12个月的租金补贴 申请资格条件及应付文件等相关规定 请上新北市城乡发展局官网查询 新北市都会西区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启用 地址位在新北市乌莱区环山路八折向98号三楼 提供原住民家庭福利咨询 关怀辅导 权益宣导 以及社区讲座等服务 洽询电话2661-6082 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 民众可以扫描画面左手边的QR Code 到大兴店的YouTube频道 又或者是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文轩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